世界卫生大会WHA5月24号将开幕 在中国施压下 台湾今年连续第五年未收到邀请参与大会 卫生员台湾全球八个国家二十二个城市 同步举行台湾参与WHA游行 大华府地区台湾侨胞出动50辆 挂满美国与中华民国国旗的车队 从国会山庄游行到白宫 中美代表处副代表郑荣俊表示 这场活动是为了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 同时在美国与友邦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坚定支持下 相信台湾加入WHA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世界卫生大会24号登场 目前已有13国友邦提案 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列入议程讨论 外交部表示世卫已列入议程补充项目